本台消息 第七十届夏威夷水仙花皇后加冕典礼 在2019中国农历新年到来前夕 在檀香山市希尔顿酒店成功举办 夏威夷州州长David Eget 夏威夷州中国城议员Cyle Rose 等官员政要当地社区营流 桥团领袖与海内外不同领域近六百位嘉宾 欢迎人行贡献盛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副总领事戴商民赚成盗贵中客 夏威夷盛典在传统的行事采清仪式中拉开帷幕 活动主办机构夏威夷中华总商会会长胡启明 在致辞中对道场嘉宾表示热烈欢迎 他回顾夏威夷水仙花皇后评选活动开展70年来 一直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促进夏威夷华裔社区发展 服务华人侨胞为己任 感谢70年取得辉煌历程中对活动给予帮助支持的海内外所有朋友 夏威夷州州长David Ege上台致辞 他充分肯定了夏威夷水仙花皇后评选活动 对社区建设及海内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高度称赞夏威夷中华总商会一直以来为此做出的卓越贡献 在当晚盛免现场 当这届被选出的第一公主王明玉小姐 第二公主赖玉如小姐 第三公主蔡妙亲小姐 第四公主陈美丽小姐 走上主台展示各自风采的时候 整个顺点仪式进入高潮 下午一周州长David Ege与2018年水仙花皇后 共同为2019当选水仙花皇后的王爱莲小姐加冕 全场响起热烈眼神 做这个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夏威夷水仙花皇后评选创办于1949年 已成为当地社区每年最重要 影响力最大的主题活动之一 在海内外赢得很高的声誉 夏威夷中文电视台记者和Ludu报道 夏威夷中文电视台记者和Ludu报道